我VBA 第一个 一样一定开发人员 第二个一样是Visual Basic 反正以后慢慢 我的习惯也是这样 我都固定的 就是很多地方我的SOP都是一样 那我以后就照我习惯那个 所以再怎么做 我就是这样做 那里面预设它不会有模组 所以我把刚刚我写完的东西全部移除 我们按部就班再来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你们应该长得像这样子 完全没有可以撰写程式的地方 那一样以后你要撰写VBA 第一步一定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在你的专案里面 Visual Basic打开之后 这边就是你的专案VBA Project 名称一定是跟着 这个档案名称一定是跟你的档案名称 是一样的名称 那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话 记得从模组里面开始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录制聚期 录制聚期会自动先帮你增加一个模组 所以我们直接在那个模组里面撰写 那未来如果你没有录制聚期的话 你要必须在这个专案上方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就可能 那这个模组会自动帮你打开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这边关掉 打开的话就点两下就打开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需要撰写一个按钮叫成绩好了 那当然我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因为按钮是sub ok这关键然后注意一下 然后打一个成绩好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的 写一个叫成绩的一个sub 那我这边的话就输入成绩 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public sub后面是一个成绩的名称 一个小瓜 这个都必要的 and sub 所以有头有尾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要插入程序 这些我自己打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你高兴自己打没关系 然后 你会发现在录制聚集的时候 好像没有public 可是这边有public 不过各位不用 这个public指的是 你要不要跟其他专案共用 就这个public是共用的意思 就跟你网方里面要共用 资料夹给别人 道理是类似的 OK 那不过因为我目前就有一个专案 有家跟没家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public 你可以把它删掉 没有关系 不过 当然不影响你就把它留着吧 那再来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在这个里面增加一个按钮 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是把什么呢 vpa习惯上什么 移到旁边 所以记得本来是很大一个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 先把它缩小 怎么说把它拉过来 然后稍微缩小一点点 尽量就浮在上面就OK 接下来呢我的习惯是 我一边看我到底要做什么 去撰写后面的程式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凭空 你也不需要说 反正你就看自己要什么 每一个步骤都可以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最后做个按钮那就搞定了 OK大概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希望我的需求是一 我希望从这边帮我一直到这边 那这边到这边呢 基本上会有很多储存格 二到七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for i 等于 二到七 上个礼拜有大概学过 然后一个next 这来做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合格不合格 假设合格不合格丢到这里面来 可是会有两个合格跟不合格 所以你要在回圈里面多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撰写的方式的话大概就这样 慢慢要习惯了 可能最好这个都是很直觉的 跟说话一样 所以特别重要 第一个 那我打字都小写了 如果你没打错 首字会变大写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时候你要告诉他说 如果空一格 如果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 这个储存格怎么称呼他呢 更正一下 应该先for回圈 for i 等于二到七好了 Enter两下 nest 那这个七你可以改成向下追踪 不过这个也许我们先这样打 然后记得我这边都习惯一定会缩排 所以到这边里面的东西再按一个tape tab键 下一阶 做什么呢 如果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现在里面的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这个储存格因为会一直变动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sales sales就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你就列的话你就给他i 意思就是说那一列会随着for回圈会变动 那哪一栏呢 告诉他说 我是在一栏里面的资料 ok 那写这样子 如果他是大于 应该是大于等于 60的话 空一格 then then的话是然后做什么 enter两下 打一个反支 反支是else 这样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if ok大概是这样 我习惯会先把这个结构打出来 那如果这个条件 为true的时候就是为真 执行这边 反支就只是真 那在这个地方按一个tab 下一切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在这个储存格输出资料 这个储存格怎么称呼它 它h栏 好 所以其实sale 那最快的方法 像我写程式习惯用复制的 tob crane determine 按CT键 就复制贴上 就CL-C C-V 把这个改成h 这样子 丢给它什么东西呢 等于 这个等于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负语 后面东西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里面丢什么 丢和格的两个字 丢和格 也就是说他如果大于等于60 那就丢这个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丢什么了 不合格 当然最快的方法是直接拿这个 直接拖拉过来 按Ctrl键 把这边改成不合格就可以了 程式写完了 可以看懂意思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基本上执行 合格不合格 OK了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把它清除掉 所以再来什么清除 清除最快的方法 我会使用 比如说刚才拿这个来改好了 这边的话一 成绩 不过逻辑中间部分不用 所以你可以怎么 写一个复制贴过来之后清除 然后清除的话应该是 一样是丢H栏 可是不用逻辑 这个头尾都拿掉 那这个的话就在中间 可是它有点像太过头了 有没有 这样我们不是要缩牌 它现在太缩 所以要回车 回头的话 记得刚刚是Tab键是缩牌 如果要回头是Shift键按住 加Tab Shift加Tab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 跟Word的那个缩牌 凸牌一样 好这样的 里面放什么呢 没有东西 Delete掉就好 不过里面没有东西记得 不是按空白键 我上个礼拜好像讲过 里面不要放东西 这样都清楚了 所以再来试一下 在这边执行看看 清楚了 OK所以成绩 清除 这样的话 应该OK啦 也不用太去背它啦 不过特别说 基本的架构都一样 这些可能就是要慢慢熟练 再来就要做什么呢 成绩多重 这个ABCD 那一样可以拿这个来改 不过特别说 改个方法 不过太多了 先到这里好了 不然等一下讲完 那你们都忘光了 不用背啦 因为这东西尽量就是说 一个架构 当然以后如果背不起来没关系 因为云端上都有 你们可以切到哪里呢 逻辑函数嘛 刚刚我讲的东西啦 在逻辑函数里面的程式嘛 你把它打开来 这边都有 我刚刚是先写这个啦 再写清楚 两个都一模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 暂时我写不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拿云端上的先来改 或者是说先执行 然后或者是说你写错了 你可以跟云端的比较一下 一定可能会有打错的 那以前可能常遇到的错误 就是Sales加扫S 一定是Sales Sales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 那官方指的是哪一列哪一栏 OK所以特别之后一定是一个负数的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讲的 放回圈里面加一幅 放回圈里面加一幅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以后一定会反复的出现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